那学测九一这题考得相当好 因为他考到一个渐进线 双曲线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渐进线 那一般其实老师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我以前在画的时候 都会把双曲线画得很像二 这题也是很多学生 就看老师的章话都选二 但是二是错的 二跟五很多人就会把它选下去 但是这两个是错的 这题答案是四 而且四很多人就没有选 但是四才是一个双曲线的特性 双曲线的特性就是 它最后怎样呢 最后它会变成是 它有那种渐进线 所以这看双曲线呢 其实你就要看一下 它其实会有这两条线 这是说这里画好一点 它会有两条线这种渐进线 渐进线的意思就是说 它最后呢其实会变成直线 最后它会变成直线 就是它会跟这个渐进线越来越靠近 但是二跟五不对的原因是 因为你看它怎样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说 离中心点越远它会怎样 它整个会那个 往内凹进去 哪里 这里应该再画一点 它没有越来越靠近它 它反而怎样 它往内缩 对往内缩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渐进线的特性 像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说 这其实不是很好画的 它说的更严重 如果它今天这里有一个交叉的十字 这里不能跟那个碰到 可是它又要越来越靠近 这个就是会往内缩 所以这题就是在考那个双曲线的渐进线 我们再回顾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条双曲线 叫做s平方除3平方 然后减掉y平方除4平方等1 这是它的双曲线 那渐进线怎么求呢 它渐进线是什么 对 对 渐进线 就是要从这里下手脚 就是把等于1的部分 改成等于0 就比较渐进线 所以把1往前移 把1改成0就变成渐进线 这是双曲线 等于0的时候变成渐进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等于0的时候变成什么 这两个变成 A平减B平就变成 A加B乘上 A减B 对 这两条就是 这两条线就是这个双曲线的渐进线 就是这两个 那它渐进的意思就是越来越靠近 但是永远碰不到 只是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贴近的感觉才可以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性的考题 我们抓到渐进线的感觉 第二条线的感觉 请雾